6月6日在舟山代山 一位妈妈抱着高烧昏迷的孩子正往医院赶 半路被巡逻的铁骑队员遇到了 接下来的一幕让人感动 关键时刻要为咱们公安干警挺身而出点赞 这也体现了人民警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从警誓言 更是彰显了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 危急时刻能豁得出来的三能精神